这个部分有问题吗 观念上面 观念上面有没有懂 我刚才讲 不是随便的八个动作 可以用八卦来代表 这个有没有懂 什么地方不懂 对 对 因为坤 我们在这里面是坤 坤是什么 坤是阴阴 坤是不是最阴的 坤是阴 所以在动作上面来讲 它这个动作的力量是往下 而这个坤是什么 坤在对内的 对身体的相对 是什么 是负 听不懂 所以用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来练腹 所以麒麟吐虚是什么 麒麟吐虚是这个动作的 这个动作的名 名称 所以这里面有 这个大鹏展翅 是啊 青龙飞身是这个动作的名称 招式名称 坤啊 训啊 这是什么 这是挂的名 挂的名称 这样不懂 这样懂 对啊 因为 因为它用训来代表什么 用训来代表腰 腰嘛 他为什么拿训来代表腰 因为训是什么 训是风嘛 训跟木是属于 在五行里面是同一个 它是属于这个宫 宫的 是不是 那这个宫的特色 这个宫的特色是 是什么 就是你用这个来看 它木的 它七龙飞身 木的春天 春天是生长的 春天的力量是什么 春天的力量是由东来的 是由下而上的 它是由阴到阳的一个中间过度的 过度的 这个动作 或这个的时间 这样不懂 好 那在身体上面 我们的部位 什么部位 是有这个特性 就是沟通上下的 沟通上下的是哪 哪里 以外来讲 腰 腰为主 是不是这样子 好 腰肌那个部位 是腰 那个地方要怎么练 那个地方的力量 是属于什么力量 这样不懂 好 我刚好用这个来 刚好用这个来讲 我说 青龙飞身 我把什么擦掉 这个懂 担凤朝阳 那是那段的担凤 担凤朝阳还是前面 哦 朝朝朝朝朝朝 这是担凤朝阳 现场要听懂 你回去 你不见得会看 跟什么 听说坎的话 对 你说坎中满那个 对 你看哦 它跟那个前字 这样嘛 对 然后坤是这样嘛 对 那跟我们 如果我们使头的话 对 就是在中央的阴阳的变化 对 这个以这个来讲 比方讲头 头是在八卦里面 它是最阳的 也就是说 在八卦里面 最阳的是什么 最阳的是钱 最阳的并不是离 因为离里面有一个虚的 离里面有一个虚的 要不懂 对 对 好 以这个来讲 这很好 所以就是中间的一个阴阳的变化 对 对 不是 不是 因为 不是 它的 它的属性的变化 它的属性的差异 是它的属性的差异 这个东西是代表的什么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八卦里面 是代表的一个卦的演变 当然这个里面 你要讲就很复杂 以卦来讲就很复杂了 比方 比方这个是爸爸 钱是爸爸 坤是妈 从下面变 这个是爸爸 这是爸爸 然后带一个什么 爸爸带一个 长 长 长子是 这个 因为它是从这个 它是第一个羊 知道得吗 第一个羊 所以它是长子 所以每一个卦 钱卦里面 根据这个卦的变化 有长子 次子 三子 坤卦下来 有这个长女 次女 三女 这个东西是在你研究易经的时候 你研究易经的时候 它的一种解释 知道吗 八卦权里面 它不完全是用那样的解释 八卦权里面是看它的属性 八卦权里面很重要的 上次到我家 我有跟你们讲那个书 就是像 知道吗 一个东西的像 比方讲我们再讲这个 钱 钱是羊 羊 羊 三个羊 它是最羊的 是不是这样子 你说梨 梨也是属于羊 它们两个都是属于什么 它们两个都是属于羊 它是内 它里面有一个阴 它是全阳 有一个外 所以在动作里面来讲 我们的 单凤朝阳的姿势是什么 单凤朝阳的姿势是这个 它的动作不是全阳 它是一个力量下 一个力量上 它是一半 它这边是三分之二的羊 这边是三分之一的 这样吗 钱挂头 这个才是全羊 这个才是整个力量是往上 往上的 这是它们的差别 在八卦拳里面比较注重的是什么 比较注重的是阴阳属性 比较注重的是阴阳属性 八卦拳它不偏重在占补那一块 而是利用它的阴阳属性 所以这些 我跟你们讲 这些太极两仪四项八卦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符号 都是符号 都是一个像 然后后面的人 因为它是属于很根本的 一个系统里面 很根本的元素 所以后面的人 可以用这个元素 只要它的属性相同 它可以用这个元素 去做不同的解释 而形成了另外的系统 比方讲音乐的 它就是说 工商觉知语 相对于五行 是不是这样子 它是用声音去解释它 所以在八卦拳来讲 它注重的是阴阳的属性 要不懂 比方讲这个 阴嘛 它也是阴 阴阴啊 可是坤是最阴的 它是三个阴啊 所以在八卦拳里面 你看我们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砍这个样子的时候 这个是下 这个要一扣 把另外一个肾的地方 要把它带上来 所以也是一样 三分之二的阴 三分之二的阳 三分之一的阳 要不懂 可是到负 到负的时候呢 到负的时候是整个 整个 整个往下 到负 三分之二的阳 三分之二的阳 这样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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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